不管你现在要做什么 你现在的状况如何 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你的经济怎么样 请持续地用你的嘴巴去赞美神 在所有的状况底下都要张开你的嘴巴去敬拜神 在所有的状况底下都要用你的嘴巴去向神祷告 张开你的嘴巴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你有没有用过你的腮骨 如果用过的话是怎么使用的呢 在旧约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在四世纪十五章十五节里 神怎么给参孙一个驴腮骨 让他能够击杀一千人 但在新约的时代 神也给我们一个腮骨 那就是我们的嘴巴 能不能举起手来 如果你希望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都希望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神也吩咐我们不要只祝福自己 也要给旁边的人祝福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用神给我们的腮骨来赞美神的话 不只我们自己可以蒙福 我们也可以让身边的人蒙福 所以让我们用我们的腮骨来赞美神 这是我今天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我们用我们的腮骨来向神祷告 第三点 让我们用我们的腮骨来传讲福音 我想你思想一下 如果神可以用一个驴腮骨 还是一个死的驴子的腮骨来击杀一千人 我们如果用神给我们的腮骨来赞美神 向神祷告来传讲福音 神可以怎么来使用这个腮骨 不管你现在要做什么 你现在的状况如何 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你的经济怎么样 请持续地用你的嘴巴去赞美神 在所有的状况底下 都要张开你的嘴巴去敬拜神 在所有的状况底下 都要用你的嘴巴去向神祷告 张开你的嘴巴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那神一定会把你变成一个别人的祝福 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嘴巴就是去吃肉 我们如果不用我们的腮骨 我们没有办法去吃肉 但是让我们用我们的腮骨去赞美 去祷告去传讲福音